監視其中警方車輛 緊急開進停車場 圓景下車衝到歹徒坐車旁 要攔車 結果瞬間一個猛烈撞擊 歹徒拒捕還開車衝撞 圓景敲車窗 接著拔槍火光四射 朝歹徒的坐車開槍 三名圓景一起開槍 歹徒還不罷手 往前撞又往後撞 警方總共開了九槍 一槍射中歹徒的右大腿 讓他乖乖就歹 原來他家霸王油搶砸貨店 拒捕又衝撞圓景 實在好大膽 事件發生在26號傍晚 畫面中穿白色上衣的歹徒 到台南麻豆這間加油站 加完500元的油就落跑 接著到一間雜貨店 看私下無人 搶走整個收銀機 拿了錢還丟在路邊草叢 幸好被害人記下車牌 警方沿路追到麻豆新樓醫院 旁的停車場發生激烈槍戰 王姓嫌犯一直衝撞 連續衝撞警車開槍來做自止 那總共連續開了九槍 其中一方 集中那個王姓嫌犯右大腿貫穿 警方調查 嫌犯有竊盜毒品前科 開的車還是租來的 警方一連九槍射中歹徒大腿 先壓制後送醫 目前還在醫院治療 記者吳郭珍SN小組才能報導